首先 我要對前天報告死亡病例分析的時候 部分用詞不夠精確 能造成誤解 或對任何人可能造成的傷害表達歉意 那天的報告資料中提到 簽署DNR的狀況 這主要是因為我在整理這些病例的過程當中 注意到了簽署DNR的人數相當的多 占了不小的比例 那這樣的數據 其實是讓我有一點驚訝 因此就想把這樣的一個狀況呈現出來 讓大家知道 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心裡也在想 在去年病人數較少的時候 我們的醫護團隊 一個一個努力的救治 許多都在病情很困難的情況下 救治康復 對比之下 會想到這些病人 或許其中一部分 在適當的情況下 有可能可以避免死亡 因此提到了 有相當比例 可能可以救治回來 當然醫療永遠是有它的不確定性 即使插館 也不一定可以順利救治 我相信這也是大家可以知道的事情 在插館救治的過程當中 上次我也提到 對病人 對家屬 這都是一個相當長時間的身心煎熬 另外 救治回來的時候的身體狀況 生活品質如何 當然也是一個需要列入考慮的議題 因此 我也很清楚 知道簽署DNA其實是一個很嚴謹的過程 通常都是經由醫護團隊與病人 病人家屬充分的討論 之後所做的決定 大家都應該予以尊重 前年的報告 我的表達用詞不夠精準或不夠恰當 我還是要說抱歉 絕對沒有要去指責或傷害任何人的意思 所有的醫護團隊在過去一年多來 都非常的辛勞 尤其是在最近這一個多月 突然大量增加的確診病人 更是造成醫護團隊成員非常大的身心壓力 大家都應該給予最大的感謝 以及最高的肯定 不論是在前端的篩檢 到確診病人的招呼 甚至重症加護病房的招呼 這些醫護團隊成員都是冒著染疫的風險 為了救治病人勇敢辛苦的付出 我自己在SARS的時候 也曾經站在第一線救治病人 甚至到第一線醫療人員的身心煎熬 也甚至染疫病人還有家屬的身心壓力 我個人認為 所有的第一線醫護團隊 都是盡最大的努力 給予病人最好的醫療招呼 值得我們所有的人給他們永遠的掌聲 我衷心的希望在所有醫療團隊 防疫團隊 以及全民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可以早日度過這個疫情 謝謝大家